在如今的娱乐圈中,有很多的明星结婚很久,但却迟迟没有要孩子,这引起了网友们的质疑或者是各种的揣测。 舒淇在国内可是很厉害的演员,还记得冯德伦向舒淇求婚的那一年,在娱乐圈中可算是很隆重了,大家也非常的祝福他们。 但是他们结婚很久了,一直没有要小孩,其实舒淇比较喜欢自由,所以一直都没有准备要小孩的打算。 张卫健自从演了小鱼儿与花王圈之后,在事业上就一路顺风,可是在家庭上似乎就差了一点。 虽然他有一个非常亲爱的老婆,但是一直都没有小孩,就说他老婆留了几次产后,就没打算再要。 冯小刚和徐芳夫妇两人,一直都没有孩子,其实很多人都见过他俩的女儿,那也是领养的。 因为冯小刚本身有白电风,他怕遗传给孩子,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孩子。 夫妻俩都是领养孩子,真的是很善良。 丁如芳夫妇俩现在已经结婚很多年了,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,花哥准备在最后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裸捐。 外界主流消息中,花哥之前在外面有一个女儿,现在是主持人,可是让周围发骄傲。 杨小伟和刘佳玲他们应该设置真正的地克家族吧。 两个人结婚很多年,吴丁也都已经成大名秘了,现在没有小孩,比较以后也不重要了。 听说起两个人都不喜欢养小孩子,不过就是可惜了两个人的好心了。